沈署長 沈署長 是,馬惟寅你好 署長辛苦,我是最後一個了 是,謝謝 我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這一次環境資源部 我想有這麼多委員來發言 未來它的重要性是 大家非常重視的 不過就本席的看法 就我們這一次 我們的組織法裡面 就我們環境資源 這部分我覺得有幾項 也是我覺得比較疑惑的 就是說它併在那裡面 它未來的執行管理規劃等等 是不是會產生問題 我想這個可能還要慎重考慮 第一個就是我們森林 就是保育署 還有水保及地礦署 還有下水道及污染防治局 這三個項目 因為就我們 比如說山地鄉等等 就是說一些農業縣市 其實就這幾個部分 跟我們比較息息相關 那我先請教一下 就我們污染防治局 未來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污染防治以目前來說的話 現在寫的是下水道及污染防治局 所以裡面有兩個組是負責下水道的業務 有兩個組是過去檢驗所並過來的 所以整個是我們的 所謂的污染檢驗的工作 再來有兩個組 就是我們現在環境督察總隊所進來的 所以是污染的管制 還有就是我們的掩埋廠以及風化爐的這些工程過去的督導跟這個管控 以署長的專業看法 因為我覺得下水道跟那個污染防治 其實它是不相干的 因為下水道過去它執行的大部分都是工程的部分 可是它牽涉到它在執行面上其實有很多的困難 今天我聽到那個營建署有提到 就是我們的接管率達到百分之三了 每年這兩年其實都有達到百分之三 可是那百分之三的數據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就是請那個營建署的代表 請營建署代表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數據是從每一個線 我知道有達到百分之三 我說它達到百分之三 大概是接管率 它達到百分之三大概是什麼樣的區域 大部分是其中在五都 五都嘛齁 跟都會區比較多 所以其實老實說用戶接管這是掛到沒的工作 因為其實它在過去可能有很多 比如說像台北市的近郊 它巴黎污水處理場 它之前就已經像洋水站 還有很多主次幹管都已經完成了 所以它接管很方便 尤其像都會區 其實它的人口非常密集 它如果要建設這些 它的接管率很高 所以這個數據美化是從這裡來的 可是其他的反觀 我舉例好了 南投縣目前為止 像我們污水處理做了多少 報告委員 南投縣的部分 目前那個公共污水下道的普及率 大概是二點五三 百分之二點五三 因為由台灣省來說 我們的污水普及率只有四點七一 所以你們這樣會讓人家質疑說 其實大家都著重在五都 整個的建設都在那裡 那其他地方 它的這些水資源 它的污水的處理 其實都不重要嗎 以南投縣來說 我先舉例 南投縣 它從九十二年雨水下水道 它把它納入一般性的補助以後 其實我們每年只要有下大雨 因為像我們一些山區它下大雨 淹水都非常嚴重 像前幾天宜蘭也是啊 如果發生像這樣的狀況 它最大的原因 依你的看法是什麼原因 除了雨水一次量大以外 它會淹的那麼高 它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主要原因是降雨比較集中 那個等於是降雨的時間短 但是降雨量大 降雨強度更大 這是一個因素以外 其他的呢 那如果說都只是這樣的因素 那就是不要鋪駁油 它可以整個升到地面 或者其他的處理 那你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的排水 其實做得還不夠好 不夠多 或者是阻塞 對不對 以你們的看法 以下水道 現在營建署的下水道 他們一百多個人 每年執行 將近兩百億一百多億的預算 這樣是不是恰當 我們一直都覺得我們的人力不足 人力怎樣 人力不足 所以你們現在在把他併到污染防治局 他未來他能夠執行這樣的工作嗎 因為大部分下水道的工程 百分之九十 還是中央邊預算嘛 未來會給地方嗎 污水的部分因為經費比較龐大 所以大部分還是要 還是中央 中央邊的預算百分之九十 一百多億 不要說會增加 我們就一百五十億來說 我們現在未來 如果你的下水道 他在合併到污染防治局 他最高的隊長職等是幾十等 就是組長吧 隊長 組長 組長幾支等 組長九支等 九支等吧 十一了是吧 對 那是 隊長勒 我說的是你們現在不是局長 污染防治局的局長 如果他要來領導下水道那是外行領導內行 污染防治局的人會知道怎麼新鮮下水道嗎 他怎麼樣能夠跟縣市政府鄉鎮公所 還有我們的水利會的灌排水 怎麼樣去做整合 怎麼樣去做工程的執行 他們能做嗎 那我們最高的下水道 如果你是跟污染防治局合併的話 未來我們的隊長最高的只有九支等 你縣市政府 我們的局處首長都十一到十三支等 中央九支等執行一億多的預算 一百多億的預算 怎麼跟鄉鎮或縣市去做協調溝通 你怎麼指揮他去運用這百分之九十中央的補助款 可以回答嗎 再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組下面的科是九支等 但是在將來下水道那個局裡面的話 是一個組長的話他是十一支等 所以組長你的意思是說會有下水道局 或下水道局 現在是下水道局污染防治局 下面有兩個組是跟下水道有關 問題是污染防治局來指揮下水道 還是下水道指揮污染防治 是當然這有你講的問題 就是將來的將來的局長 所以本席在這裡強烈建議 因為他們是兩個不相干的業務 包括你們說環境工程局要把他併到下水道 這個就更離譜了 因為他除以垃圾掩埋廠焚化爐這樣子的工作跟下水道有什麼關係 本席強烈建議下水道其實在任何先進國家 下水道工程他都是一個指標性的工作基礎工程 他應該成立一個專責的獨立單位 所以我們長期以來從我剛剛提到92年從變成中央政府變成一般補助款以後 南投縣政府每年負債非常嚴重 我以南投縣來舉例好了 他一年邊的雨水下水道工程只有300萬 300萬能做什麼 一條水道 因為我們的頭前一條 比如說我們立法院前面 光是要做那一條排水工不止300萬 那變成我們下水道工程一直都沒有辦法執行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提升 因為你說像香港、新加坡、韓國等等 這些都把下水道工程列為三期單位 為什麼我們在98年已經行政院都同意要把它列為三期單位 現在又變 我想這就是我們有一個額度的限制 那時候的額度的限制 我們希望組織法是越改越好 我們不是因為要配合那樣子的原額限制 然後把我們的應該要做的政府的工作 把它做得越糟 我想署長應該會同意我這樣的看法吧 就是從工程的專業讓他能夠成為一個單獨的一個局或署 基本上我也是非常贊同 我想主席這邊我想很多委員也有一個提案 希望能夠做這樣的調整 好那本期在這裡強烈建議 就是包括我們希望研建署也可以同意 因為長期來在你的夾下下水道工程 在很多地方來說 尤其是台灣省除了排除五都以外 他們的經費預算也許比較高 可是其他台灣省的縣市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力資源 沒有這樣的預算的資源 其實他們完全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資源未來只會越來越匱乏 所以我們希望這部分本期強烈要求 一定要成立一個專責單位 下水道局或下水道署 一個三級的單位 另外還要再請教我想請教沈署長 就您那個森林森林法 就林務局這一次也併到我們環境資源部 可是我們過去常常接到很多的陳情 比如說我想請教署長 如果我們的山林林班地 他之前是獎勵造林 他們大概要如果要伐木 多少面積就要申請還品 是不是有規定 這部分我們也在檢討 要做一個調整 兩公頃就要 兩公頃通常我們知道 林班地都是在比較偏遠的地區 其實他沒有道路 兩公頃就要申請還品 我想請教還品一次的費用 要多少錢 這邊會到百萬吧 百萬 我們一般的林農他造林 如果兩公頃要花一百萬去做環品 然後要拼了命想盡辦法去上面 在那些沒有價值的樹木下來 你認為大家還要做嗎 所以其實這一點我想 為什麼我質疑這一點 就是說他納到環境資源部以後 有很多的環保的專家學者 也許對森林法 對森林的各項保育 其實是把它跟環境生態是把它混為一談 可是他忽略了專業 我舉例來說 像有些山林 其實那些樹木 如果他沒有在一定的時間內罰除 他自己也會倒 如果他通常沒有孕下來 他如果倒了以後 以後就是我們土石流的災難 這個都是一些專家學者沒有想到的 可是他們定的法 把所有的這些林班地全部都綁死了 所以未來他如果 像我們的林務局如果納到我們的環境資源部 這部分我覺得也是有可疑的地方 未來是不是這些地方都要在慎重考量 或者應該怎麼樣做更好的整合 因為他不是只有源頭治理而已 我想將來的部長可能有需要就您剛才說指出來部分 跟林務 署長你也有可能是部長 所以我們希望就現階段 因為在大家整合這樣的條件之下 你應該據理力爭 如果像這樣的狀況 我們希望在組織法現階段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就應該納入考量 不要越改越糟 因為林務局已經很多很多問題 那希望在這個部分 大家都可以慎重的 做這樣的考量 那本期重申 就是說剛剛提到的部分 希望可以兼顧到大眾的利益 而不是只有為了組織法